乒乓球通病 漫球总是合不上节奏 房教练帮你解决 这样大家好给你给我喂个快的 大家你看我快的的时候 身体的蓄力跟拉手的速度 你在我快的的时候 我的蓄力是踏踏 我的身体收 手上也收 收收收 是这种的 我是这种 以这种形式在往里收 但是我球慢了呢 你要根据球来 对不对 我身体收的这一下 我会收的蓄力的这一下 我放慢了 手上回收拉手的这个动作 我也放慢了 具体它俩放慢多少 根据来球的这个速度 根据来球 去调整 来大家再看一下 正常快的 那就是奥尔维格曼的 你看我刚要跟着我上一把球的 惯性去拉手的同时 我一看球慢了 我立马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 把这个感觉放慢了去收 当你放慢了 球就过来一点 再放慢 球又过来一点 对吧 你再放慢 就到你最佳这个舒适点了 然后你就可以出去了 你这样就不会憋在这 或者是提前拉好 拉好完手 在这等着半天 你手已经僵了 身体也用不上惯性了 僵了 僵了以后就是干使劲 对不对 你不等它 你出手就是够不到球 那我放慢 从这放慢 放慢放慢放慢 我不让自己停下来 放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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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是一个在动的状态 正好是我等我收到这个 我的能发上力的这个点了 看 收到这个位置 球正好也是等到 等到我最佳的舒适 最佳的击球点 我再出手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 第一钉球 这个不用说了 肯定是钉 第二是啥 我根据我的对方的来球速度 我去进行往回拉手 对 大家普遍都是出手快 那怎么能避免出手快呢 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你等球啊 即将会落到你这个球台上的时候 你再去做拉手的动作 明白吧 你把拉手跟出手这一下 让他俩连起来 你看我这个是一个惯性 把他给拉手甩出去的这种感觉 拉手甩 对 拉手跟出手串起来 然后你晚一点做这个 你等球 落到你这个球台上了 你跟他保持一点距离 你看 我这停着 就即将落在你球台上了 即将落在你球台上了 你再快一点 他也是这个 也是即将落到球台上了 我这等着的 等到这的过来了 我再一做这个 顺势出去 找好点 他在这 他在这球过来了 他即将落在球台上了 你再往回拉 然后 正好是跟他 跳 落在球台上 往回跳的这一下弧线 你瞄的是这个弧线 你续的是这 落你球台上 往这边跳的这个力 你就能合上力 乒乓球有两条弧线 落台前的弧线 和落台后的弧线 不转快球定第一条弧线 转的慢球定第二条弧线 球友们点赞收藏下去继续讲 我们接着就 不要让大家 感谢大家的多助